各位同学好 今天教学软体设计第三道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让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的小画家 可是以前大家没写过小画家 也不知道怎么完成它 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个合适的软体开发工具 我们不用什么Visual Studio那些都不用 我们教大家一种最简单 最轻松 最容易写的一个教学软体 叫Processing Processing当初是MIT发明的一个软体 MIT Media Lab 媒体实验室发明的 我们选择Download软体 Download软体按下去之后 它就说请问你要不要捐钱 你可以选不捐或捐钱都没关系 那我现在选择Download的 在Download完之后 它有很多可以下载的版本 那我现在要建议大家 下载最左上角最新的这个软体就对了 因为你们电脑应该可以跑最新的 如果你不是Windows 你是苹果电脑 你就点右上角苹果电脑也可以 它们都有一样的功能 我们都可以写程式 它是跨平台软体 它的档案非常小 我选择下载之后呢 它大概有100多MB 一下子就下载完了 那可是为了怕大家下载 都要出国评管很麻烦 我还特别准备了一份 大家可以使用的软体 让大家可以共同去下载 等一下我给大家这个连结 但是大家在家的话 还是从这个官网下载 这动作123 第一 我们先搜寻Processing.org Processing是处理的意思 ORG是现在的这个 那个学术机构嘛 或是单位 是机构的意思 Organization 然后选择Download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不用捐钱或捐钱 选择苹果或Linux或Windows的版本 选择下载 下载好了之后 可以在电脑的硬碟里头 找到下载找到一个档案 就叫做 C那个下载里头 有个叫做 那个Processing P-R-O-C-S-S-I-N-G 321 就是这个压缩档 那第二个上个礼拜有教大家 要装了很棒的软体叫7zip 居家必备的一个软体叫7zip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100多MB的软体 解压缩变200多MB 解压缩在任何地方都行 桌面上 文件夹下载 还是C的跟目录下都行 那我现在我把它下载在哪里呢 我下载在 我的 download的里头 有个叫做Processing的资料夹 下载在这边 那我用打击整网开给大家看 我把软体下载在C-mail-users-users-download 预设下载的资料夹是在download里头 我找Processing64位元的这个资料夹 我把它解在这里头 你可以解在任何地方没关系 解开之后有一个黑黑的这个按钮 我们叫小黑 小黑的执行档 应用程式 点击它 我动作有点快 可是因为我有录影 等一下我把影片传给大家 大家可以跟着照着做 就OK了 那为了让大家学习效果更好 我等一下还会再做一些截图 我再把这些图放在部落格上面去 帮助大家一步一步去做 这个我们开启一个执行 一个范例出来 这就是一个空白的程式 显示的环境 要不要更新 我们全部更新没关系 这就是我们显示的环境 我们环境已经做完了 那我把所有的过程呢 再做一次示范 同时截图 等一下给大家这些截图 大家就可以比较有感觉 动作一二三 第一步 去process的官方网页 这是第一步 然后我们要选择是这个download的这个连结 我们选择download连结 第二步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要不要捐钱 那我就选择不用捐钱的这个 给它选择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要选择很多档案 我选择左上角这个就OK了 最左上角这个就可以了 我选择它 选择下载 下载完之后 左下角会出现档案 怎么办呢 我就会开启一个压缩档 在这一头 压缩档 我把它最后解压缩 在我的下载的资料档里头 有一个压缩档就在这边 我就把它解压缩起来了 我把这档案再结个图 结完图之后 我要执行现在process这个档案 执行完process加收档案之后呢 我就会跑出这个界面出来 以上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要做的操控 那我现在就先把录影结束 谢谢大家